幼儿莫德纳日前开打 但截至8月1号 6个月至4岁幼儿 接种率只有12.1% 不少家长都在等 因幼儿BNT到货 指挥中心采购190万剂 8号ACIP会议决议 前两剂间隔至少4周 第二剂与第三剂间隔8周 不开放混打 幼儿莫德纳只要打两剂 两剂间隔最快4周 但发生副作用的几率比较高 幼儿BNT则需要打三剂 要耗时12周 不过副作用风险低 但接种两剂保护力最高 只有30% 是否在等待第三剂的间隔 会出现染疫风险 如果是说到两个月后 那保护力几乎就降为 二三十%而已 那到第三个月后 那几乎是跟 没有施打疫苗的一样 几乎是没有保护力可言 还是很容易有被感染的一个情况 B1.5案例数逐州增加 在社区甚至出现多点扩散 专家强调 幼儿覆盖率是当前最大问题 多爸爸妈妈可能是 听到一些报道说 五岁以下小孩子 怕受什么免疫功能 免疫系统受不了 不太让那个小孩子 去接种新冠疫苗 其实这个观念不太正确 而在打这些RNA的新冠疫苗 其实是蛮安全的 他的安全性 甚至比比较大的儿童跟成人 还要来得高一点 专家呼吁家长一定要尽速让孩子打疫苗 才能降低幼儿染疫重症死亡风险 记者黄明君陈嘉伦台北采访不到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